背著包包帶著忐忑緊張的心情 一早國家考場湧盡不少人 全都來參加高部考試 考試日期本來是10到14號 但昌宏颱風來小局考試延期 11號 12號變成是普通考試 13到15是高考三級 全台13個考區都順延一天 準備了很久 可能昨天本來就要考 結果延到今天才考 就是心情還滿牽擾 明年下午我要出國 我三點就要到機場 可是他考試考到三點 所以我是注定要缺考的 考試延期打亂考生安排好的行程 有人被迫放棄今年 可能有錄取的機會 只得明年再來一次 颱風掃過台灣邊緣 卻讓準備已久的考生心情 備受影響 但也有陪考的家長樂觀看待 事先有看一些報導 都有一些心理的調適 小朋友也可以比較放鬆一點 以去年103年比較的話 全程稻稿是72.85 也就是說並沒有因台灣 影響到他的稻考率 今年高補考有將近 十一萬考生參加 因為颱風順延一天 雖然有考生無法全程稻考 但缺考率並沒有明顯增加 考選部表示 全程缺考的考生 可以減附相關文件 申請報名費退費 只是又得再等一年 考生內心備受煎熬 借夏軍城莊立宣SN小子 台北報導